我们在人间 有的时候很想上天 只能在梦境当中上天 那么你梦见自己在天上 可能是你的法身了 别人梦见你 可能也是你的法身了 能看见你人间的身体 那是个暴身 受暴的身体 对不对 那么看见你的化身了 变成你的法身了 那慢慢的 你用自己的智慧 上升到菩萨的 四圣道的境界 那你就是明心见心 所以非有非无了 你说你到底在人间 你是人还是菩萨 别人说不知道 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人家都把你称为菩萨 因为你这个人总是在帮助别人 你不斤斤计较 你能够忍耐 你能够为别人付出 你是一个菩萨 你是一个菩萨 那你说你是菩萨 你为什么有身体啊 你是个人 你是个人 你为什么境界像菩萨一样高 我是菩萨 那你到底是菩萨还是人呢 非有非无 不信 非佛 这就是境界的提升 对不对啊 有些人 好人 你已经不把他看成一个人了 这个一个好人 他整天的在做好事 在帮助别人 他已经不像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圣人 就是这种概念 他的精神 让你得到的愉悦 得到的幸福 那是不是语言能讲的 那是一种感觉啊 就像观世音菩萨 他帮助了我们 他爱护我们 不是我们能够语言能够理解的 也不是我们完完全全那种感觉啊 那是我们从心里感恩啊 因为我们求小小的一件事情 菩萨都有求必应 所以让我们还有什么语言 能够来解释 能够来理解菩萨对我们的这份 无微不至 慈悲的关爱